大家看到花莲城市友善 适合放慢步调 顺着自然的节气品味生活 而这个花莲城市漫游季下午茶 就与度假酒店结合合作企划了 友善行律书星午茶的活动 提供一个健康参与和安全的环境 鼓励高龄以及身心障碍者参与的书星之旅 花莲城市首帕团无障碍旅游 第二天行程 特别安排前往央月美的渡压酒店的香草园区 提供全台湾气感疗愈 芬芳的香草世界里 还有今次美味的下午茶 那这次特别安排在央月 举办我们的下午茶节 即香味旅游的体验 让大家来花莲也能吃 也能品尝到我们的特色的下午茶 那我们这些特色的下午茶 是集结我们形象商圈的 各个伴手里业者的特色产品 把这些产品解构再做包装 变成全新的下午茶 那另外也在央月这边 来体验我们的香味旅游 花莲有许多特殊的香味 例如蜜香红茶 精品咖啡 还有香草植物 还有原住民的马告 跟紫丛香 那欢迎大家能来花莲 走访我们的不同的香味旅游的景点 那也希望更多的无障碍的旅游 能够在花莲举办 郡达记者董事长隐纯说表示 这次安排解说员来说明 园区香草各种特色芳香之美 也让大家感受一下 来自香草带来的香气 是天然纯净又健康 那我想我们央月美地 是一个环境非常棒 非常适合来做下午茶的 这样的一个享受的一个时光 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活动 今天是第一次县政府在这里举办 我想我们都落实县长的精品 慢火这样的一个理由 我们央月美地也一直是这样 这几年来也是朝这个方案在推动 也得到很多很多来到我们这边的 好朋友的这个肯定 以及很多朋友对这样的一个活动 是感觉到非常抒压而且放松 也是一种很棒的享受的一个下午时光 我们想继续每年都能够来办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更落实 更让全台湾都看到我们花莲的美 看到我们花莲慢火的美 看到我们花莲精品的理由 我们亚莲美地是完全落实精品 我想精品的理由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这个趋势我们走了这两年 已经看到县长的前瞻性 看到我们花莲县的观光的未来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推广的 这次也邀请大厨来设计 丰富美味香草的精致甜点 特别进行规划了所谓下午茶的甜点 这个风培这个甜点非常的特别 它有各种不同城市的口感 它的每一个城市里头都可以品尝到 我们各种不同的香草的这样的一个香气 而且对我们的下午茶的这样的一个风培呢 有很大很多的帮助的就是对我们的健康 就是香草 能够把香草入味到我们的风培 各式各样的风培 这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精品推动下午茶 很重要的一个评点 我想欢迎我们所有的相亲 有空到我们洋洋美帝来 来品尝我们的下午茶 军达集团董事长云从手表示 花莲是相当友善的城市 适合来自全国游客来方慢步调 顺着自然的节气品味生活 一场结合慢精品花莲城市 慢牛季下午茶 提供游客一个健康参与和安全的环境 也鼓励高龄与伸脏者参与的身心自律 记得继续节目到